好,这个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对于中医来说 也是儿童们转骨调理的黄金时刻 适时的服用中医转骨方 不仅能够改善儿童的免疫力 以及消化系统 更有助于成长关键期 获得更好的骨骼发育 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高人一等 9月7号是2024年节气中的白鹿 正是儿童开始服用中医转骨方的大好时机 中医强调脾胃奶后天之本 脾胃功能良好 才能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那重点是在吃转骨方 不是一昧的吃传统的补药 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个别调理 那在临床常见 小朋友常见就可能是他排便不顺 或是鼻子过敏 或是有气喘 那还有睡眠的障碍 那这些都是要把它调理好之后 然后再来加转骨药物才能够效果更好 医师指出服用中医转骨方 应考虑青春期的时机 青少年在10至16岁的成长潜力最大 通常以第二新增的出现为开始转骨的指标 而门诺医院目前也提供致费中医及饮包 服用方便又安心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最佳的健康支持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